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由科长郑百善代表 赶配卫福部基隆医院医护人员 在疫情严峻当下不分昼夜坚守医疗岗位 特地制证430份抗菌沐浴组 给基隆医院每一位医护人员清洁沐浴使用 减轻医护下班之后的心理负担 由基隆医院副院长陈伟达 以及秘书李林美护理科主任姚文珍 督导黄文英和社工室主任蔡盛华共同接受 也感谢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力挺医护的爱心 守护医护让医护人员可以安心的回家 所以说这次也联络了我们这个部立医院 联络了直到我们现在的副人员的人数 提供了相关的沐浴用品给我们的医护人员 希望说在这个忙碌的过程中 回到家里面可以安心的到家庭里面去 疫情期间防疫非常重要 清洁也非常重要 所以有这个他们捐赠的沐浴乳 我们希望医护人员好好注意自身的清洁防护 然后家人也都平平安安 非常再次谢谢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 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捐赠代表正百善进一步表示 新逢国泰60周年 特地由同仁发起60大树守护一身幸福 捐赠抗菌沐浴组专案 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